电炸园区在缅甸内战中覆没成为必然 没有人敢公开支持电炸 打击电炸已经成为了各方争夺道义高点的关键所在 果敢同盟军之所以在战斗中势如破竹 不断赢得胜利 就是因为占据了打击电炸的制高点 无论是果敢地区的民众 还是来自缅甸其他地区的民众 都是对电炸恨之入骨 电炸不仅仅伤害中国人 还伤害缅甸本土人 成为人人痛恨的过街老鼠 缅甸政府军先前为了维护统治 需要对电炸集团睁一眼闭一只眼 但是在目前的巨大压力 也不敢在打击电炸问题上含糊了 缅甸军方已经明确强调要坚决地打击电炸 彻底地清除电炸集团 就算是缅甸政府军与电炸集团还存在某种联系 但是也不敢公开支持电炸集团了 目前被围困在老街的电炸集团 基本上到了覆灭的边缘 缅甸政府军在老街苦苦支撑 也是为了维护对老街的统治 不是为了保护电炸集团 同样在妙瓦底当地的武装 也开始打响了针对电炸集团的战斗 因为打击电炸集团能得到民众支持 目前克伦军针对妙瓦底电炸集团的战斗 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缅甸政府军也不能公开支持 位于园区的电炸集团了 克伦民族联盟凌晨四点打响战斗 妙瓦底园区外围争夺战打响 国杆同盟军在国杆地区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 激励了其他地区的武装组织 这也是缅甸全国各地爆发战斗的重要因素 克伦民族军也是在国杆同盟军起兵之后宣布起兵 他们的目标指向了妙瓦底园区 克伦民族解放军是其克伦民族联盟下属军事团体 为缅甸主要地方民族武装之一 克伦民族联盟最强盛的时候 佣兵六万 近年来在缅军的分化政策影响下 该武装实力有所下降 不过在国杆军起兵取得重要胜利的情况下 克伦民族联盟士气受到鼓舞 也开始采取行动了 据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4点 克伦民族联盟开始打响了攻击妙瓦底电炸园区的战斗 重点是攻击克伦邦高加利县 据悉克伦军凌晨时分发起攻击 并且在妙瓦底到高加利县公路上 与当地的电炸集团武装发生了激战 在激战过程中 缅甸军政府在当地行政机构发生大火 当地发生了严重堵车 据当地民众描述 当时整个公路沿线到处是枪声 还有剧烈的炮声 高加利县公路是当地的战略公路 一旦失守整个妙瓦底 KK园区都将面临被瓮中捉鳖的困境之中 高加利县公路属于克伦军进入妙瓦底必经之路 同时也是妙瓦底与外界联系的必经之路 妙瓦底电炸园区属于缅甸靠近泰国的一个大型园区 有上百座电炸工业园 其中最大的一座KK园区 面积达到20平方公里 据报道 仅仅在KK园区 每天都有上万人在这里从事电炸活动 妙瓦底属于典型的盆地 四面都是大山 只有高加利县这条主要的战略公路与外界联系 虽然妙瓦底与外界联系还有其他的道路 但是除了高加利县公路之外 其余的都是小路 无法通过大型的装备和车辆 克伦军一旦控制了高加利县公路 那么就能像国杆军围困老街那样 围困妙瓦底园区 妙瓦底地区的电炸集团属于缅甸地区的军阀 他们通常非常的狠毒 在当地采取非人道的控制 妙瓦底也被誉为人生中点战 一般被骗到这里的人就很难活着出去 炸光被骗人员的所有价值 属于这个电炸集团的目标 当然 缅军也不想妙瓦底园区失守 这毕竟是出海口 克伦民族联盟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缅甸守军七天内撤离 否则将连他们一起攻击 与老街等国杆地区一样 妙瓦底园区也是由缅军和当地的武装 共同守卫 克伦军发起攻击后 也向驻守在当地的缅甸守军 发出了最后通牒 克伦民族联盟警告称 七天之内立刻撤离 缅枪不杀 坚持顽抗将承担所有的后果 克伦军发起战斗 主要是打击妙瓦底园区内的电炸集团 并非是针对当地的缅军 所以在发起战斗后 向当地的缅军发出了撤离的最后通牒 七天倒计时开始 缅军也面临极大压力 缅军无法放弃妙瓦底园区 这里是缅甸军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地之一 尽管缅瓦底园区存在严重的电炸问题 但是缅甸政府一直在维护这个园区 在打击电炸方面 缅军重点在果敢地区进行发力 始终没有在妙瓦底采取太多举措 这主要是因为想观力问题 位于太缅边境 妙瓦底站的妙瓦底KK园区 被称为东南亚诈骗转卖 和人口贩卖犯罪链条的重点站 如果被诈骗者不能拿出诈骗者想要的东西 最终可能遭遇被活摘器官的悲剧 园区不仅高强围绕 在每一百公尺便设有哨站 武装人员驻守戒备森严 当然缅甸军政府打击愿望不高 也是因为这里不断地向缅甸政府提供税收 属于缅甸军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缅甸军政府与当地被收编的地方武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这也是该地区始终处于无人管状态的原因 缅甸军政府不会放弃妙瓦底 更无法接受克伦军控制妙瓦底 因为克伦军一直都在与缅军作对 属于典型的反政府武装 克伦军攻击妙瓦底并不容易 果敢同盟军也很难与其直接呼应 克伦军已经打响了针对妙瓦底的战斗 但是其想要彻底地拿下妙瓦底并不容易 目前果敢同盟军还在围攻老街 并且在战斗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是缅军也是开始调集兵力 筹措武器装备 要在果敢地区发起大反攻 果敢军兵力总数也就在一万左右 数量不足是最大问题 根本无法在进攻老街的同时支援克伦军 克伦军虽然决心很大 但是其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存在明显不足 想要依靠自身力量拿下妙瓦底可能性不大 缅甸冲突局势发生剧烈变化 缅军始终没有找到应对果敢军的招数 果敢军开始对老街和天门山等果敢地区的要点进行冲击 这些也是缅军在缅北最后的地盘 一旦老街失守 缅军就彻底失去了果敢地区的控制 这甚至会影响到免昂菜的统治基础 按道理说 缅军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性能上占据优势 但是战斗却打成了当前的局面 这确实是让外界难以想象 果敢同盟军采取了灵敲牛皮糖战术 利用熟悉地形和得到当地民众支持的优势 一口一口地吃掉缅军 这让缅军十分头疼 缅军出动了主力机动师和其他的武装部队前往缅北作战 但是始终找不到应对果敢军的办法 缅军的飞机加大炮 在果敢地区的山林里根本无处发力 相反果敢军却像马峰一样四处对缅军攻击 尽管果敢军的攻击不会一下子吃掉缅军主力 但是每次战斗都能吃掉缅军一个班 一个牌 一个连 甚至一个营 这让缅军疲于应付 缅军在山林之中手握重拳 却找不到出击的方向 刺身反而不断地被叮咬 这导致缅军士气受到了很大冲击 在最近发生的战斗中 缅军真的用力了 但还是遭遇失利 果敢军蚂蚁围攻式打法十分管用 缅军不惜动用主力 但是却没有应对的战术 果敢军除了简易的攻击型无人机之外 其余的大部分装备都是相对落后的 没有装备优势 但是果敢同盟军却结合地形 开创出来了蚂蚁围攻式战术 并且在实战中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果敢军就是针对缅军的有生力量 进行撕咬或者偷袭的办法进行攻击 不会拉开大阵仗 与缅军主力硬拼 果敢军就是蚂蚁围攻战术 一旦发现缅军小分队力量 就是群起而攻之 取得胜利后果敢军又分散了 缅军有飞机和大炮 但是总是无法找到果敢军主力 无处进行发力 缅军主力面对果敢军 就像大炮打蚊子 总是处于一种很憋气 却无处发力的状态 这让缅军打得很被动 当然果敢军在获得优势的情况下 也会像聚集的蚂蚁那样拼命地撕咬 直接要了被撕咬缅军的命 不给缅军任何缓口气的机会 果敢同盟军特种兵神秘突击 果敢军激战缅军 占据拱掌助磊 并且在五天时间内吃掉缅军一个营 据报道 果敢军使用无人机等手段进行侦查 加上地面侦查力量的协同配合下 发现了位于拱掌助磊地区缅军的弱点 于是果敢军出动了特种兵进行神秘突击 随后果敢军集中优势兵力 对助磊地区缅军进行猛烈攻击 果敢特种兵使用了战术头盔 大口径狙击步枪和夜视系统等 装备上明显具有优势 果敢特种兵率先冲击 重点击毙缅军制高点目标和关键据点目标 为后续的果敢军攻击创造条件 在特种兵冲击过后 事先完成集结的果敢军 开始从四面八方 同时攻击聚首助磊的缅军进行攻击 这是典型的蚂蚁围攻战术 让聚首的缅军第125营非常难以适应 据悉典军在柱类地区 构筑了大量攻势 具备抵御各种车辆和装甲车攻击的能力 典军构筑的攻势和障碍物 能抵抗住机械化装备 但是却无法抵挡像蚂蚁一样 蜂拥出来的果敢军步兵 以及小型无人机 典军建造的地堡 隐蔽伪装较好 并且有战壕连接 正常攻击也是十分困难 但是果敢军的小型无人机 却能精准地打击这些地堡 果敢军在特种兵扫除重要目标之后 开始蜂拥攻击 典军也利用现有攻势和地堡顽强抵抗 并且与果敢军激战了五天 典军此前宣告消息称 能够依靠完备的攻势 和储备的大量武器弹药 坚守半年以上 但是仅仅支撑了五天 就支撑不住了 因为典军抵挡不住果敢特种兵的冲击 也抵挡不住无人机的袭击 更无法在果敢军的撕咬下坚持得住 据报道 经过五天坚守后 典军守军地125营派出信使 表示愿意谈判投降 这就意味着 典军的这个营直接被冲垮了 典军旅长眼看形势不妙 连夜逃离战区显得十分狼狈 在典军125营被冲垮投降的背景下 位于拱掌地区的典军 也站地16旅旅长 看到形势不妙 直接率领100多人 趁夜顺着战壕从小路逃离 这名旅长本来誓言在拱掌地区 重挫果敢军 结果却被迫连夜逃离 显得十分狼狈 据悉果敢军已经派出专门的力量 对这名16旅旅长进行追击 想要升勤免军旅长 投降的免军第125部兵营营长供述 16旅旅长就在拱掌地区指挥作战 这也是果敢军派出专门力量 进行追击的基本原因 伤亡数字令人震惊 明杀也十分忧心 但是至今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 据报道 自从果敢军起兵以来 免军已经有超过2000名士兵阵亡 死伤总人数超过了6000人 可以说伤亡数字令人震惊 据悉战斗爆发至今 免军损失惨重 其中民团和警察力量损失了大量指挥员 包括师长一人 旅长三人 营长十多人 被全间的营都有至少五六个 对于当前的战局 明杀也是非常忧心 开始向多个国家球员 希望购买相应的武器弹药 可是免军至今找不到破解困局的有效办法 明杀还有办法破解当前的困局 挽回当前的困难局面吗 明杀也发出了警告 称如果缅甸内乱持续 可能导致缅甸分裂 这种警告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真实的危险 对于明杀而言 现在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稳控住局势 避免各地起兵狼烟四起的局面 进一步蔓延 现在的问题是 明杀还能有办法破解当前的困局 挽回被动局面吗 总体而言 目前还没有看出明杀拿出具体管用的办法 但是现在说 免军就崩溃了 也是为时尚早 免军依然控制着中央地区 只是边境地区的局势有些失控 明杀是否能找到办法 目前不好判断 请不吝点赞巴